好 各位同学来我们就复习一下 我们在上次课里面讲过的一些单词的思维道徒 给大家串联一遍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词根 我们说这个hap这个词根 它一般情况下可以表示运气 还有机会的意思 也就是本身这个hap 它本身就是个单词 同时它也可以做一个词根 本身表示运气和机会 来我们看一下它构成的一些重要的单词 第一个叫happen 你看happen这个词我们说 它就表示什么偶然发生 碰巧发生的事情叫happen 此时hap本身就是一种运气 一种机会的感觉 所以happen本身表示偶然发生 就是靠运气靠机会这样的一个东西 来下面它这个排声词叫做happening happening本身就是什么叫意外发生的事件 偶然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名词形式 此时ing仅仅只是作为一个名词后缀 来用好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mishap 什么叫mishap呢 叫做小型的灾难 为什么呢 因为mrs本身表示不好的hap 我们说叫做运气或者是机会 对吧 所以这个单词的核心含义就是运气不太好 碰到了一些运气不好的事情 我们称之为叫做小型的一些灾难对不对 或者是小型的一些这种倒霉的时刻 都可以叫做mishap 来走一下下面的这个词叫做perhaps perhaps我们说表示或许 也许可能 你看它和运气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hap本身表示运气 就是这个事情的发生是要看运气的 对不对 是要看机会的 就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 所以perhaps它是这个意思 对吧 来 好 那么这就是由hap息息相关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单词 大家要重点关注的 来 再紧接着往下 我们要快速的说一下这个字根 这个us和ut 这个us和ut 我们说他们都等于大家熟悉的这个单词 叫做use use本身表示使用啊 利用啊 这意思都是可以的 来 我们看一下它构成的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派生词 好 首先看第一个单词就use 这个词就可以做动词 也可以做名词 表示利用使用都行 好 来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些派生词 used 它就可以表示什么呢 叫做利用过的 使用过的 的一个形容词形式 同时 它也可以用作一个短语叫be used to be used to我们说表示嘛 叫做习惯于怎么怎么样 那叫be used to 来 那么它的反义词就是unused 用词是比较否定 所以整个单词就是什么 就是没有被用过的 或者是不习惯的 那都可以叫做unused 来下面user 我们说叫使用者 一二是个名词后缀 表示人 所以使用的人叫user 这个很好理解 好 下面useful 那就是很有用的 很有帮助的 此时的ful 仅仅只是一个形容词后缀 所以useful 那就是有用的 有帮助的这个意思 好 usefulness NESS 此时是一个名词后缀 所以叫做有用性 或者是有用的名词 都可以叫usefulness 来 下面的这个叫useless 什么叫useless 类似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表示否定对 所以useless 那此时就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一无是处的 都可以叫做useless 好 再紧接着往下 我们看下面的这个词叫做usable able本身用作雄词后缀 表示可以怎么怎么样的 所以usable 那就是可以被使用的 可以被利用的 都可以叫做usable 那么下面 它的反应词 不是反应词了 它的进一步的这个passion词 叫做reusable 那么are一次是表示 又一次再一次 所以可以又一次再一次 利用和使用的 就可以叫做reusable 可以再度利用的 可以多次使用的 都可以叫做reusable 好吧 来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land use 那么land use本身叫土地利用 land的词是本身就表示什么 地面啊 土地啊 这个基本的意思 所以land use土地使用 土地利用的一个名词形式 好 下面 来 下面呢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词了 比如说这个词叫做you 应该叫做usual 然后这是发ž 这个是发ž 对吧 usual usual 我说表示常见的 平常的 就大家天天都在用的东西 叫做常见的 平常的 或者是往常的 平常的这种饭菜饮料 都可以叫做usual 来 他的一些派生词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叫做什么 叫做usual usual 那就翻译成叫做通常 或者是一般 unusual un词是比较否定 那就是不寻常的 不一般的 非同寻常的 与众不同的 都可以叫做unusual unusual 下面unusual 都是他副词形式 那就是与众不同的 非同寻常的 不一般的 都可以叫做unusual 来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abuse 什么叫abuse 我们说abuse 此时表示否定相反 不好 use表示使用 不好好的去使用 我们称之为叫做滥用 或者是虐待都可以 你看既可以做动词 也可以做名词 比如说有个短语叫做drug abuse 什么叫drug abuse 那就是药物滥用就可以了 好 来 他的排声词 abusive 此时IBE 是一个形容词后缀 所以表示滥用的 对 虐待的 滥用的 虐待的 语言带有种辱骂性的 诽谤的 都可以叫做abusive 好 这是这个词 来 那么abuser 那就是滥用者 或者是施虐者 都可以 一二次是名词后缀 就表示人 滥用的人 施虐的人 都可以叫做abuser 来下面 下面的人词就做usurp 就是usurp 或者usurp都行 usurp 我们说表示篡夺 或者夺取 为什么呢 us此时 表示用 对 使用 利用 rp 我们说等于rap 表示抢夺的 这个基本的意思 所以 这个单词 他想表达的核心含义 就是把东西夺回来 抢回来 自己去用 就叫做篡夺 夺取 夺取什么东西 以利用 都可以叫做usurp usurp 来 下面的这个词 叫做utensile utensile 我们说叫做器皿 或者是用具 比较简单 前面的ut 等于use 表示利用 一个拿来 给人用的东西 对吧 后面的一些都是后缀了 所以表示用具 或者是器皿 都可以叫做utensile utensile 来 下面的这个词 叫做utilize utilize 用作动词 本身就表示 使用 或者是利用 都是可以的 这个ut 就等于use 使用 ilize 这是一个符合的动词 后缀 表示使 所以使什么东西用起来 叫做利用 使用的动词 就可以叫utilize 一般是翻成利用 好 它所对应的名词形式 就叫做utilization utilization 利用 使用的一个名词形式 好 后面的词是这个ation 它只是一个符合的名词后缀而已 来再紧接地往下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utility utility 本身表示效用 或者是使用的一个名词形式 利用 效用 使用 ut 依然还等于use I-L-A-T-Y 是一个符合的名词后缀 所以整个单词 就是使用 利用 效用的一个名词 就叫做utility 当然用作名词 熊词化以后 那么表示 叫多功能的 多用途的 都可以叫utility 比如suv 就是运动性功效 运动性功能的叫车 对不对 好 就这个词 来 下面的个词 我们说只能使用被 叫brook brook 我们说一般常见的意思 表示溪流和小溪 但是 这个单词会考到一个 相对比较难的一个意思 就叫做 允许 比如说brook no permission brook no什么interference 就不允许被干扰 不允许被干扰 干涉 叫brook no interference 好 这是我们讲过的 把它重点关注一下 重点就是在这个动词 表示 允许的这个意思 好 那么在紧接种下 我们上次课还讲了一组 非常重要的词根 就是我们的eat 叫吃 包括ease和eat 都可以表示吃的意思 来 我们看看一些 相关的一些配套的单词 好 第一个叫eating 没啥好说的 那么eat本身是动词吃 所以eating Ing这词试 它可以做名词 或雄词后缀都行 做名词后缀 那词试就叫做 饮食事物的名词 好 用作雄词 那就是饮食的 对吧 可食的都可以叫做eating 来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edible edible 你看 eable表示可以怎么怎么样 这个eating ad表示吃的意思 所以一个东西可以吃的 那叫做适合 是我们的能够吃的 能够吃的就叫做edible 那么它的反义词就是inadible 就是一个东西没法吃的 不好吃的 对吧 一个东西不好吃 或者没法去吃 都可以叫做inadible 好 这是这个词 来 再紧接着往下 eater eater本身表示吃什么什么东西的人 对吧 前面是eater吃 er名词后缀表示人 所以叫做吃什么什么东西的人 就叫做eater 下面obese 我们说前缀ob等于over 表示过多过度 es表示吃 e是后缀 所以吃的太多 吃的过多 引起叫肥胖的 所以obese 是它的一个形容词形式 那它的名词叫做obesity obesity 那就是什么 叫做肥胖的名词 此时ity 就是一个经典的名词后缀 好吧 来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h 它也和这个et 也和吃有关系 我们说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用酸 用硫酸来腐蚀 对吧 用硫酸 放在某个金属上面去腐蚀 感觉把它吃了一样 所以叫做食克 食克 早克 明克 都可以叫h 好 那么它有个名词形式 叫做etting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食克的版画 或者食克的东西 都可以叫做etting 好 这是一个男词 来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fret 什么叫fret 我们说这个fa 这个fr等于fra 表示完全彻底 叫completely 叫完全 eat表示吃 所以它是被完全吃了 被完全吞噬了 那就感觉整个人被什么什么吞噬掉了 对不对 所以叫做引起烦恼 或者是发愁 尤其是不必要的烦恼和发愁 都可以叫做fret 就感觉整个人被什么一种坏情绪吞噬掉了 对不对 叫做烦恼忧愁 都可以叫做fret 好 这是这个词 也是一个比较难的词 把它牢牢记住 好的 各位同学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上节课里面重点给他讲到的三组词根 分别是和吃相关的 以及和什么呢 和我们的使用相关的词根 以及和这个表示hap 运气机会相关的单词 大家去把它牢牢记住 好吧 那本节课我们的所有老徒就到复习 到此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次的正课再见